2 強力灌籃PLG高雄17直播鋼鐵人隊 在基隆市立體育館揮翰練球 在國慶連假期間和其他隊伍 將在基隆進行熱身賽 在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偉牽線推手 基隆市長謝國良全力相挺下 促成PLG聯盟和鋼鐵人隊 共同儀式到基隆主辦熱身賽 利用國慶連假前三天 10月7號到9號 在基隆市立體育館開打 特別是市政府在短時間內 把體育館2樓籃球場 儘量整理成符合職業籃球比賽的場地 希望讓愛好籃球的民眾 可以欣賞到高規格的職業籃球比賽 更希望基隆也有職業籃球隊 同時讓籃球運動在基隆持續從小扎根 培養更多的籃球好手 因為我們過去這麼多年來 這已經二十幾年了 這是沒有職業球隊進駐的一個球館 所以它的很多的設施 距離職業的標準都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們謝市府呢 市長用最快的速度整理出一個 可以讓職業球員職業球隊進駐的一個空間 我想這邊一定要公開的感謝我們謝國良市長 對我們職業運動 對籃球的支持 那我們也很希望 我們一個未來長遠的一個目標 就是可以在基隆迎接一個職業球隊 對我想我們基隆的運動經濟的整體的產業開發 是可以有一個努力的空間 那過去其實幸福報隊也在這裡過 那我們整個學生還有我們整個環境對籃球的熱潮 其實在基隆市非常盛行 在這邊公開的要來感謝我們同志委議長 親自出馬促成的這個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 那基隆市政府也有提供一部分的票 給我們基隆各級學校的籃球隊的學子 讓他們能夠親自透過觀賞這個職業籃賽 希望對他們的籃球的訓練 籃球的這個平常的這些比賽 能夠有一些幫助 那另外這個我跟議長都常常一直在討論 因為我們在這個方面是緊密合作的 就是希望能夠引進職業籃球隊到基隆來 鋼鐵人隊總經理高景岩特地製政隊府 給基隆市長謝國良和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委 感謝府會首長的幫忙 促成這項直籃賽事 市長和議長也分別回贈伴手禮 歡迎PLG各隊和鋼鐵人隊來基隆進行比賽 並且開心的穿上鋼鐵人球衣 為聯盟及鋼鐵人加油 而且有機會來到基隆 在這個籃球人才非常非常多 而且培育出非常優秀的選手的地方 我相信也會給更多的學子 還有這些打籃球的小朋友們 看到一個職業籃球的比賽 那更重要的呢 不管是職業聯盟或職業球隊 發展籃球以及推廣籃球 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因為沒有最基層的小朋友 對我們的籃球有所喜愛的話 那未來的前展性就是非常非常的低 今年8月開始議長同志委就密集和 高雄鋼鐵人團隊開會 並且會看體育館 並且在市長謝國良帶領的市府團隊 全力支持下促成PLG熱身賽在基隆舉辦 三天的熱身賽包括台北富邦勇士 新北國王 桃園鋪園 領航園 新竹街口工程師 福爾摩沙 台新夢想家和高雄17直播鋼鐵人6隊 都將進行兩場的熱身比賽 熱身賽期間現場購票進場支持的球迷 只要出示高雄及基隆的學生證 工作證和身份證相關證件 就可以獲得九折的優惠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